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宫吉多巴安婆格勋迪乐哈 下面我们宣讲 希望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宣讲《入菩萨心论》当中 现在将思维烦恼的过患而断除 就讲这个教言 前面我们学习了 烦恼的危害 烦恼在我们生死轮回当中 长期损害我们 而且危害的程度相当高 因此我们每一个修行人来讲 对烦恼不应该依止 对烦恼不应该清净 世间上的任何一个敌人 坏人 恶人 根本不能与烦恼相比 这个道理 前面也讲了 我们今天以总结性的方式来 也给大家进行宣说 今天所讲的内容就是说 我们始终都要作与烦恼 不能为自己的所依 不能清净烦恼 讲这个道理 无时相续敌 烈火未盈 若就诸无心 生死证悟 他这里就是说 我们烦恼无时以来加害我们 那么一切祸害的给予 就是烦恼 这样的烦恼如果长期 住在我的心当中 那么我在生死轮回当中 怎么会有快乐呢 就根本不可能有快乐的机会 主要讲这个道理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大家也应该清楚 我们前面第一宣说了 在无边无际的轮回当中 烦恼不断地 连续不断地加害我们 让我们增加无数的痛苦 这是从世间的角度来讲 不是一天两天 他这里无时相续 无时相续就是说 世间极其地漫长 从无始以来一直到现在 如果我们现在 还没有入力地对治烦恼 那将来也是无数劫当中 烦恼不断地加害我们 所谓的烦恼 它除了害我们以外 没有其他的工作 没有其他的事情 对善解当中所有的众生来说 都会受到烦恼的威胁 烦恼的折磨和一些烦恼的攻击 这样以后 我们要深深地认识到 烦恼对我们的害处 不是一天两天 不是一两两年 也并不是一生一世 这是非常长的时间当中 危害给我们 这一点我们要搞清楚 第二个就是说 烦恼当危害我们的时候 这种方式 跟其他人和危害 不相同的 他对我们的危害性 是最大的 佛陀在佛经当中 也是说了 世间的怨敌 并不是大的仇恨怨敌 而所谓的烦恼 我们是最大的怨恨者 也就是叫做最大的火树 最可怕的敌人 也就是说 这样的烦恼 对我们怎么样加害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 因为有了烦恼 贪心 嗔心 痴心 有了这种烦恼以后 我们不断在轮回当中 造恶业 造了恶业以后 众生不得不感受 三界轮回的痛苦 尤其是善恶趣的 这种地狱 恶贵 旁生的 极其难忍的痛苦 同时我们其实在人间的时候 也是遇到了一些地水火风 以及疾病等等的痛苦 所以这些所有的痛苦 所有轮回当中的一些 困苦的来源全部是犯了 所以我们三界轮回当中 唯一一切痛苦的根源 一切祸害的根源 一切凶恶的根源 全部都是不离开烦恼 所以我们首先 从世间的角度也好 或者是对我们危害的 严重性的角度来讲 一定要清楚地认识到 所谓的烦恼 并不是我们 值得清净的 有些世间人认为 所谓的烦恼对自己来说 有一种最亲密的 最好的朋友那样来对待 经常在烦恼的迫害下 否则是烦恼的 这种扰乱当中 自己也过着生活 但是这种人根本不知道 自己住在一个落差旅的国家 而落差旅终有一天会吞噬你的悲惨的结局 自己看不出一样 所以我们有智慧的人 有能力的人 一定要认识到 烦恼的危害性 那么这种烦恼 就像是长期 救助在我们的心当中 我们心当作 一个客人的客房一样 这种坏客人 他永远都是停留在房子里面 如果他没有离开 那么我们在生死轮回当中 或者说在世间当中 哪有一个快乐的机会呢 不可能有的 我们现在三界当中的这些重生 为什么是那么痛苦啊 他们都是 不管表面上看来 有些人 尤其是大城市里面有些 有财富的人 有地位的人 表面上看来 他们也是坐到一些高级教授 然后住的也是一些 心机宾馆或者一些别墅里面 享受的也是各种 表面上看来非常美好的生活 但是自相续当中烦恼的病 没有消除之前 始终都是得不到 一个真实的快乐 这一点就像是 极为严重的一个病人 虽然他睡的床 是非常高级 但是他的心里面 始终离不开一种苦恼 同样的道理 我们世间当中 表面上什么样的人呢 你没有清净的时候 哎 看起来他穿得也那么好 吃得也是如是高等 那这样的话 吃得 穿得 不管是从哪方面来讲 哎 这个人的生活真的是非常 跟天人没有什么相差 有可能这样的想法 但真正你清净他 了解他的生活的时候 他的心里面 也是非常的空虚 无奈 而且又不断地出现 各种他的贪欲不断地在增长 然后从感情上 工作上 声音上等等 很多方面 就不断地在考虑 这样以后 我们相续当中的烦恼 疾病 没有冲击 就像在三界轮回当中的 这些可怕的病人 不会有一个快乐的机会 因此他这里也是说了 说我们这些众生 在生死轮回当中 怎么能获得无惧呢 没有任何恐怖和 任何可怕的快乐 这种快乐 怎么会是得得到 这一点我想 我们也不共说了 因为我们有了烦恼的迫害 烦恼折磨以后 你心里面怎么样想 要过得很快乐的生活 但是因为自己的心 刹那也是得不到自由 得不到自在 所以真正获得这种快乐 就相当稀少的 而如果我们相续当中的烦恼 通过无恶 或者是通过一些佛法里面的 对治方法来进行对治 对治过后 自相续当中的烦恼逐渐减少 这种修行人 和这种瑜伽式的话 那么他的生活 应该过得相当快乐 我经常这样想的 现在表面上看来 一些大城市里面的一些富翁 一些大老板 大老众 他们应该说 在生活上有一定的待遇 可是有些从心里的快乐 从这一份来比较起来 山上的一些修行人 住在山洞里面 山岩里面 森林当中的这些修行人 虽然从表面上看来 吃的穿的全部都非常朴素 就相当一般 但是从内心的快乐 享受快乐的世界 这个角度来进行分析的时候 远远地超过世间的这些富贵人 所以我们所谓的挑衅 这是极为的重要 如果对相续当中的烦恼 进行作战 进行对它剥渡 终于一天 自相续当中的烦恼 就好像没有什么 住的地方了 它没有空间了 没有位置了 在那个时候 你的所作所为 即使你在遇到极大的 一些困难 病痛 那个时候实际上所有的这些困难 全部都变成终缘了 所有的这些恶缘 全部都变成顺缘 所以我们以前高僧大德们的教言 来进行修制的时候 那么应该每一个人 获得了这种快乐 当然这一点也是大多数的人 主要是寂静的地方安住修行 这样以后才能获得的 如果我们到一些 非常复杂的环境当中去 修行的成就当然又是有 这一点没有什么说的 肯定是有的 只不过这种力量是比较薄弱的 我们这里很多修行人 在寂静的地方 在学院里面 在寺院当中 修行的效果很不错 效益很高的 可是你到了一些城市里面 家里面 好像这种力量特别地薄弱 力气地气不足 也可以说从修行上面来讲 对外面的很多 方方面面的一些压力 没有成熟 没有成熟的争难 所以非常希望大家在修行 应该首先自己要选择 一个比较适合 与自己修行的环境 这一点相当重要 我想我们在座的有些修行人 也应该说是非常伟大 自己也不贪著自己的家庭 情俗 名为以及财产等等 很多很多这些 世间的名为利亚全部抛制老河 而最顺千百的 这些高僧大德们的足迹 然后向往寂静的地方 在寂静地方也是 以稳固如善望般的方式来 日日夜夜地闻思修行 如果这种精神 再不断地下去 我想总有一天 自相续当中的真正心的光明 心的本来面目 也是会豁然开悟 这一点就毫无疑问的 所以希望大家选择 非常殊胜的环境 这一点对修行人来讲 也是至关重要的 因此我们在这里 一定要知道 烦恼相续当中存在的人 不管表面上是在家人 出家人 凡是烦恼深重的人 在世间当中是不会有快乐的 光是没有快乐也不要紧 我痛苦一点不要紧 但是这种痛苦永无知情的 一直乃至生生世世当中 不会耗尽 不会穷尽的 因此我们应该全力以赴 想尽一切办法 就尽量地制止自己的心相续当中 非常可怕 可恶的烦恼 这一点一定要不要有 我们前面所讲的那样 在对着烦恼面前 你不要认为是 啊 我的人如修得很好啊 这个烦恼很可怜的 让他在我的相续当中 多产生也是不要紧 他很调皮 但是也不要紧 这样以后 他会有时候生起嗔恨心 有时候生起贪心 所以尤其是我们贪心和嗔心 在烦恼当中是最根本的 最可怕的 以前上师如意宝讲 《入行论》的时候也说了 所谓的烦恼 烦恼 我们给有些在家居士讲 最容易搞懂的 就是贪心和嗔心 所谓的这种愚痴痴心 无名的话 恐怕有些刚刚学佛的修行人 不一定懂 因为所谓的无名和愚痴 从我们法相上来讲 还是 这个名词比较抽象 但不管怎么样 所有的这些烦恼 贪心 嗔心 傲慢 嫉妒等等 这些烦恼 我想我们在座的各位 应该会懂的 自相续当中产生这样烦恼的时候 自己尽量地想去克制 尽量缩小或者间断他生起的时间 然后尽量对着他 当他生起来的时候就认识到他 认识以后 就像我们有时候 比如说自己的家里面 什么金银财宝都全部堆积起来 这个时候如果来了一些小贼 来了一些小偷的时候 你就 哦 这个是应该制止他 如果你没有制止 如果他进了以后 我里面的很多宝藏会偷取 我们也应该这样讲 自己在一定的时间当中 闻思修行 积累的清净戒律 彭养佛法等等一些 发愿的善法的财宝 最好不要以烦恼的小偷堕住 否则非常可惜 这是我们所谓的烦恼 在生活当中不能移植的 然后下面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如果我们长期移植 那烦恼对我们带来的危害 不是一般的 世间的敌人给我们带来危害 那么这个时间也是非常短 而且程度不是特别的严重 生死劳欲足无 地狱贵子数无 若解诸我心 安乐何能有无 他这里就是说 生死是轮回的意思 在生死的劳欲当中 所谓的烦恼当中 当作生死劳欲的欲足 他的监管 他的看守者 然后这种烦恼 成了生死监狱的悦足 而且这个悦足也成了 地狱当中的陪害我们的 加害我们的鬼子数 凶数 如果这样的烦恼 具处在我们心间 那在生死轮回当中 在这个三界世间当中 我怎么会获得快乐呢 绝对不可能有的 那么跟前面的道理 进一步地分析 怎么样分析呢 我们首先应该知道 在世间当中烦恼 错误的人 往往都是关在非常黑暗 或者极其痛苦的监狱当中 当他关在监狱里面的时候 一刹那的自由也是没有的 而且有许许多多的悦足 看守者经常都是看着他 如果你的行为 稍微有点不合理的话 他肯定以不懂的 心法来进行制裁 而且始终都是没有自由的 同样的道理 我们三界轮回当中的 不管是你人间的众生 还是天界的众生 什么样的众生 全部在轮回的监狱里面 轮回的监狱里面 以业和烦恼的料框束缚精进 而一点的 逍遥自在的机会是没有的 所谓的烦恼 让你永远都是一直惯在 就像我们华智仁波切 所讲的那样 宝瓶里面的蜜蜂一样 就是上上下下轮回的监狱当中 让我们不让出去 我们很多人心里面 都是特别向往 一定要到外面 在极乐世界 或者清净的刹土当中 去享用解脱的这种美妙 可是这些烦恼悦足 让我们不让出去 让我好好地闻思修行 准备离开轮回的时候 他不让闻思修行 让我生病 让我起烦恼 让我起嗔恼心 等等 不让 所以我们现在世间当中 为什么造恶业的环境那么多 你们有时候看一看 大城市里面全部 公路的两边 设得各种各样的门 但是这些门 解脱的门是很少的 在一个大城市里面 开的门是特别的多 那么如果有解脱的门 一个大城市 离他几十公里以外的地方 有一个小小的寺院 那这就是前往解脱的路 但是这种路在茫茫人海当中 人山人海当中 有多少个寺院 可是有些寺院 现在也是提倡什么 搞旅游 搞一些展览活动 真正如理如法地修行的人 不是特别多 所以我们经常在大城市里面也好 或者各种环境当中 可以看得出来 真正在外面解脱的这种方向 解脱的这种大门敞开的 几乎都是没有的 因此从中可以了知到 这个烦恼真正的阅足 烦恼的这种监狱阅足 一直把我们 不但是在这里受轮回的痛苦 而且轮回当中 也最可怕的地狱里面 他就交给地狱的窥指数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我们众生的业力显现 迷乱的心的显现 实际上现在地狱里面 各种各样的一些恶狗 乌鸦 还有一些各种动物形象的 这些地狱阅乐族 全部是我们自信不清净的 烦恼的一种自相形象 就是自己的烦恼形象 那么这些全部都 变成地狱的这些众生 所以我们烦恼生长的这些众生 自然而然堕入地狱当中 然后原来自己的这种烦恼 变成各种形象的地狱的欲 他们拿着非常可怕的兵器 始终以各种心法来加害物 一直砍断 杀害等等 以这样来进行折磨 所以我们当到了地狱以后 大家也可以了解地狱当中的各种清净 比如说热地狱里面 让我们人在铁碎饭滚当中 全部剿烂 全部燃烧 让我们在寒地狱当中 也是感受无量的寒冷巨苦 这样一来很多的狱众 不能想我们获得解脱的话 他们拿着各种兵器 不让出来 那么这些现象 应该说 我们全部是自己心的一种 怎么说啊 心的一种现象 一起苦走是自己现象 这样的烦恼悦走 烦恼监狱走 现在长期都是 住在我们心中 也可以说跟我们的习气 以无二无别的方式来 一直看守着我们 一直观着我们 如果我们没有认识到 他的危害心 没有了解到 他的这种可怕的行为 这样以后 我们前面所讲的那样 经常随身烦恼 经常当他生起烦恼的时候 根本不知道 这个是自己最大的敌人 那样的话 那么我在轮回当中也好 在任何一个地方 不会有永远的快乐 大家应该清楚 在三界轮回 就像佛经当中所讲的那样 三界犹如火灾一样 没有任何的快乐 而且弥勒菩萨和莲花山大师 所说的那样 在三界轮回 不仅是当中 不会有妙相的 也就是说 无趣当中没有快乐 不仅是当中 不会有妙相 因此我们应该要知道 只要烦恼就是配置我们 只要烦恼跟着我们 那么我们的生活 永远也不可能有一个自由 快乐或者安乐的机会 因此首先我们对烦恼的本体 要有个非常明确的认知 知道所谓的烦恼 实际上是无始以来的 一直到现在害着我们 但现在世间上千千万万的众生 根本不知道 所谓的烦恼那么可怕 所谓的烦恼那么严重 这一点我们也身边的 不管是在家人 出家人 很多人恐怕不知道 什么叫做烦恼 即使有些人知道 我烦恼深重 烦恼不好 但是他认为这是 跟偶尔的一些违缘而已 实际上他根本没有看重他 根本没有认识到他的祸害性 因此我们作为一个修行人 我想应该大家 依靠传承上师们 这些殊胜的教言 有时候以空性观 无悟观来 进行观察自己烦恼的本性 最后制止他效应发解 有时候密宗的各种 见解来观自己的烦恼 比如说当你真的生起烦恼 就像猛火一样发生的时候 就观他的本体 这一点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为所谓的烦恼 实际上它是一种幻化 就是幻化 大圆满禅定修习当中 引用了《幻世清闻经》的一些教证 其实我们众生 也是一种业力的幻化 然后业力的幻化 依靠佛法的幻化来进行吹火 最后现前智慧的幻化 智慧的幻化就是佛陀 智慧佛果 所以我们如果真的 以认认真真地去观察它的本体 以如梦如幻的窍诀 《大般若》里面所讲的那样 以如梦如幻的窍诀 也可以对治它的本体 或者按照俱世论的观点那样 通过不同的修法来进行对治 这样也是可以的 总而言之 我们首先知道烦恼 对我们的危害性 然后知道危害性以后 就像我们世间当中 知道这个人是特别坏 这是恐怖分子 这是特别可怕的 你不能清净他 你要清净他 总有一天他会吞噬你的 很多世间人是这样说的 那么我们烦恼 跟世间的坏敌人 完全是不相同的 世间的这些坏敌人 毁坏我像前面所说的那样 以此两次 恶而行的 不可能长期加害我们 可是烦恼 我们没有认识到它的本性之前 永远会加害我们 因此我们大家一定要精进地修持 否则我想我们烦恼 对每一个凡夫人来讲 永远都是配着的 永远配着的时候 不会有快乐的 以前华智仁波切的教言 后来跟上修正论师也说 引用了非常贴切的一个比喻 他是怎么讲的呢 所谓的烦恼就像是财狼一样 非常凶恶的财狼一样 我们这些凡夫众生 就像羊群 绵羊一样 在绵羊群当中 如果有一些恶狼 那这些绵羊永远也是 得不到快乐的 同样的道理 我们凡夫人 我们世间的众生 有了烦恼的时候 始终都是 少许的快乐 也是得不到的 这一点不用问别人了 我们平时都是说 我今天很快乐 可是今天很快乐 要么是辛苦的本性 要么是变苦的本性 真正的这种快乐 我想是没有获得 真实的成就之前 对每一个凡夫人来讲 确实是没有的 因此大家一定要认识到 现在我们不快乐的 更缘是什么呢 就是自相续当中的烦恼 所以烦恼应该也 通过各种方式来对治 也并不是特别可怕的 应该依靠上师的窍诀 并不是不能对治的 这一点大家应该会有把握的 这是我们前面所谓的烦恼 不能一致的道理已经讲了 那么现在我们要断除烦恼 应该要生起一个 强烈的这种意乐心 这个分三个方面来进行宣说 首先我们披上 断烦恼的盔甲 然后千万不要 以痛苦而生厌烦心 最后坚持不懈地 对烦恼进行剥夺 分三个方面来进行宣说 首先第一个问题 在颂词当中这样说的 乃至无为能轻蔑此火地 今无此一生不应舍尽禁 那么下面我们既然已经知道了 烦恼对我们如是的危害 知道了过患之后 应该通过 想想细细地分析 分析 自己要发一种誓言 比如说我们看见 有一个非常可怕的敌人 我们有些人心里面想 这个敌人对我来说 害我的次数是相当多的 我现在一定要想尽办法 把敌人瞎灭掉 有这样的想法 同样的道理 我们首先 依靠上师的教言 依靠论典点的窍诀 依靠自己智慧的分析 最终真正认识到 这个烦恼确实在 生死轮回的生涯当中 对我来讲带来的这种麻烦 带来的痛苦无法言说的 如果我再这样一直下去 再这样随着下去 对我的前途是不利的 对我的命运不会有好处 因此我一定要从现在开始 一定要重新做人 每一个有智慧的人来讲 是对自己的前途 对自己的前途 不会不考虑的 会这样想的 那么当你这样想的时候 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对治烦恼 大家也应该清楚 我们自己这样想 乃至无为能勤灭烦恼地 我没有在自相续当中的烦恼 断除之前 我没有断除所有的这些 贪嗔痴的根源 没有断除之前 我一辈子当中 或者有生志愿当中 乃至生生世世当中 那我仅仅不能舍弃的 自己心里面从心看深处 应该有个非常坚定的这种决心 什么样的决心呢 我要努力 不努力的话 像这样的烦恼大地 一般来讲 并不是很容易摧毁的 所以我们应该这样想 那么我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断除 根除 或者残除自相续当中的烦恼呢 当然 如果我们拿着其他的兵器 拿着其他的一些自具 来断除烦恼也是不可能的 你拿着其他的工具来准备向烦恼剥夺 拿一块石头或者木棒 我今天马上要跟烦恼打仗 你们都快给我来吧 我们一起向烦恼冲啊等等 这样可能不现实的 但是他唯一的办法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首先是 观空性 无我的智慧 所谓的无我的智慧 根除烦恼的最根本的办法 因此我们要依靠大乘的这些论典 一直最殊胜 最有说服力的智慧 那么这些智慧可以自相续当中 生起了解脱的这种定解 然后逐渐逐渐烦恼的根本 和它的种子损坏 以后它不能继续延长下去 这就是我们传承上师们的教言 当然这个我觉得也需要什么呢 需要毕生的努力 需要自己的这种 勤奋不息的一种努力 如果你没有努力 世间一般的一些事情 也是千而一千不可能成功的 因此我们现在在上师面前也好 或者现在我皈依了佛门以后 每一个修行人 心里面应该这样想 我无始以来一直到现在 漂泊在无边无际的轮回当中 我现在如果没有 披上这种盔甲 披上这样紧紧的盔甲 我这样一直懈怠 懒惰下去 那么我永远在这个轮回当中 是不可能出土的 所谓的烦恼 就像毒蛇一样 让我每天都是放逸 散乱 懈怠 让我天天睡懒觉 那烦恼都是高兴坏了 他特别高兴 就像毒蛇面前用牛奶 他特别高兴 那么同样的道理 我们放逸的牛奶 一直为烦恼的毒蛇 那他对你来说 一直打开绿灯 一直让你什么事情都是成功 所以现在为什么世间上 很多人修行是非常困难的 就像是爬一座高山一样 而造恶业的时候 他又顺利 有成功 而且他的很多方便法 自然而然形成的 比如让我建一个寺院 在这个过程当中困难重重的 让我建一个什么肉链肠 或者一些杀生的肠 那这样的话 手续也很快就披下来了 然后自己也马上出来 然后当老板也很快就 肯定没有问题的 所以我们有时候也可以看得出来 你造恶业就像下山一样 一会儿好多的魔众 成见上望的魔众帮你 所以这种事情的力度 也是比较高的 而成本其他的善事 并非如此 原因我们在世间当中 真的造恶业的方便们太多太多 而行持善法 尤其是非常圆满 如理如法的 哪怕是观想一个 无常的这种间断的时间 对我们的有些人来讲 也是很难以造出来 这种空间也很难以造到 这就是我们现在 轮回借口的这种甚深的密意 所以意思就是说 我们现在不管你是出家人 在家人 每一个人听了这个法以后 大家也应该有一种感受 这种感受并不是 一天两天就已经消失了 应该从现在开始 要改变自己 转变自己 从自己的这种甚深的方向 不能我们前往地狱 是这样的一个客人 让我一直前往 我现在遇到了这个佛法以后 前往敌人的这种方向 我还是要改变 如果得不到即生成就 我还是获得善趣 所以自己马上把方向盘转过来 不要前往他那个方向 这就是我们获得一个人生 尤其是遇到大乘佛法 和大乘胜教言的一个目标 也是它的作用 如果没有得到这样 以前你没有听法的时候 也继续造业 现在也这样继续造业 那我觉得我们听受佛法 也只不过得一点功德而已 因此大家能不能心里面 应该一方面发愿 另一方面 希望学习《入行论》的时候 应该详细地去探索 每一句每一个字 我前一段时间也给大家说过 其实有非常殊胜的意义 我们在这里有些道友讲考的时候 一会儿就读完了 这样我觉得也是 没有必要这样读 读这个传承的时候 我已经得过不少次了 让你再给我传一下 给我加持一下 也是一方面可以 大乘佛法的加持很大 你也可能有不同的传承 给我交流也是非常好 但是另一方面 我要的是什么呢 每一个字 每一行里面 你还是要深深地思维 通过你的思维 对你个人来讲 应该有一种感受 这就是我需要的 所谓的讲考 所谓的背考 所谓我们的闻思 应该每一个人 能不能得到这样的 虽然每天讲的不多 现在是十五个颂词 十五个颂词 有些人觉得 这个入行论是很容易 我马上就看下去了 对你这样看颂词一遍 可能一分钟都不要了 你马上读一下 这四个颂词很简单的 可是真正要思维它 要研究它的意思 这样的话 这些都是圣者的金刚语言 圣者的金刚语言 内容是非常丰富的 一般来说 我们凡夫的一句一言 不一定是马上表达出来 它甚深的这种宝藏 因此大家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不要过得特别简单 你们有些人 我也知道是非常聪明 是聪明 入菩萨行论的字面上 你也应该会解 但是理解的字面 跟真正的内容 是不是有一点差别 我都这样 现在也不是特别的广 如果真的依靠藏地 汉地以及印度高僧大德们的讲义 来进行分析 我有时候这样想 所谓的入菩萨行论 真的一天讲一个颂词 也算是可能还讲不了 它的甚深的意义 但我们时间拖得太长了 可能一步法也是需要很长时间 又不太愿意 这样一来 这次我们学习入行论的 不管你是在家人 出家人 希望大家不要过一下 这个颂词是很简单的 只有几个字 一方面是简单的 但有时候你没有认真正思考 里面真正的意义没有挖出来 然后意义没有挖出来 你自己的理解和成熟方面 也可能不一定得 很大的利益和帮助 因此我们听了法以后 不断是自己相续当中的烦恼 要进行对治 同时我们自己学了这个法以后 每一个字每一句 应该有新的感受 新的一种感应 没有感应 光是字面上这样度下去 我觉得学和不学 没有什么意义的 虽然我讲得不好 但是我想我们现在也有很多参考的书 包括《入行论》 《广世》 这些都是 基本上按照以前的一些 高僧大德们的解释方式 也加了一些我们 上师如意宝的一些窍诀等等 那么这个里面再进行法会 应该是有一些内容 所以大家学的时候 不要太简单了 太简单的话 我觉得我这里讲了很多 但是我讲的 有些是可能对的 有些是不对的 我自己认为基本上是 围绕他的中心来讲 并没有太立体 太立体的一些胡说八道 我觉得也没有多大的意义 应该每一个人看 你自己发会的时候 应该是围绕 我们所讲的颂词的内容 然后再进行思考和分析 这一点应该说来 是有必要的 那么下一个颂词是这样的 与他为小孩 长期称老心 事故为弥毕 装饰不成名 他这里用一个比喻的方式来说明 上面所讲的内容 我们为什么要精进呢 一定要精进 世间上的一些小小的事情 意义不太大的有些仇恨 他也要报仇不可 一定要报仇恨 那么我们烦恼 对我们的危害 前面所讲的那样 如是地严重 为什么不报仇呢 千万不能修忍辱 或者以其他的理由来 放下自己的精进 比如说我们这个世间当中 暂时别人造成的一些 微不足道 或者不足挂持的一些小小的事情 对你毁谤 或者制造一些违缘 抢夺了你的财产等等 加害你的一些小小的出痕 很多人根本不服气的 这种人认为 这个人在什么时候 说过我的坏话 这个人什么时候对我害过 对我如何如何的 那么我现在一定要 对他进行竞争 进行报仇 如果没有报仇 那我就是不承认 所以他有些是 嗔恨心非常严重的人 有些人别人 杀害了你的亲友 这种人 他连晚上都睡不着 一定要害别人 如果没有害别人之前 那我心里不安心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说法 实际上这些敌人 你所谓怨恨的敌人 就像我们前面所讲的那样 也不是特别的严重 这种危害行事不是很严重 为什么这么讲呢 佛经当中也是有所谓的 情缘是不定的 就像《亲友书》里面讲的一样 有时候称父亲 称母亲 儿子 秦子孙等等 这个轮回的流转当中 我们都今天我当过仇人 明天当过仇人 这样 就像以前《嘎达雅尊哲》的 公案里面所讲的那样 这辈子出恨的人 下一辈子变成亲人等等 这种现象 也是非常多的 以前上师如意宝 有一个道歌里面 也是这样说的 说上半生出恨的敌人 变成现在的民友 现在对自己非常关爱的亲友 很有可能过一段时间 变成杀害自己的仇人 所以世间的情缘 没有什么可信的 没有什么可靠的 无有意义当中 不应该我们生起贪心和惩心 大概有这个意思的教言 所以我们世间当中 真的是这样的 永远变成敌人的 不管是国家也好 人与人之间也好 什么样的 一般来讲是没有的 这是我们通过自己一生的 生活的纪念也可以说明 因此世间的这些敌人 人们都是认为 他害了我 我一定要对他如何如何 是这样说的 实际上你真的有这种丹念 真的有这样保持的心 那么所谓的烦恼 无始以来到现在 不断地已经侵害我 不断地已经制造我的违缘 他世间当中 一切祸害的根源 一切创造在 祸害的制造在和创造在 所以我们如果 真的有一个不报复的心 或者你作为一个真正的 顶天立地的一些修行人 大丈夫 那这样对不共戴天的 真正怨恨烦恼的敌人 你应该对他进行付出 尽心对他加害 如果你没有这样 你可以算是在世间当中 最脆弱的 最没有勇气的 最没有亲爱的人 我们可以这样说 因为我们世间当中 一般来讲 自己的亲朋好友 被别人杀害的话 我没有报处 人们都是讥笑你 认为你是没有真正的 男子汉的亲爱 同样的道理 如果我们作为一个修行人 所谓的烦恼无始依赖 不管是从世间当中也好 或者从范围角度来讲 不断地加害我们 那么这样的烦恼 我们还要清净他 我们还要对他很热情 随时在自相续当中 烦恼生起来的时候 你就不但不对治 反而随顺他 就一直恭恭敬敬地 今天我生起嗔恨心 对对对 跟着嗔恨心骂别人 让你自相续当中 生起贪心的时候 也不得去不对治他 而且也随着他 就开始造恶业 那这种行为是如不如法 每一个人来讲 也可以自己观察 所以说我们作为修行人 当然要对治烦恼是非常重要 当然噶当派的 一些教言当中也讲了 所谓的对治烦恼 实际上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因为这个世间非常的漫长 从无始以来到现在 与我们的心传练在一起 这样以后 你一天两天地修行 一天两天的修法 不一定完全对治的 就像以前说的 一个麻方病 他的脚 身体全部都基本上弥烂 那么吃一口两口药 能不能治他的重病呢 绝对不可能的 同样的道理 所谓烦恼的这种疾病 对我们来讲是 无始以来一直患上 所以我们现在 今天我就修两天法 什么感应都没有啊 为什么我的相续当中 还生起嗔恨心呢 我不是无加心 已经修了三十五天了 我的相续当中 还怎么会有烦恼啊 奇怪啊 很多人 尤其是刚开始学佛的人 认为所谓的对治烦恼 应该很快的时间当中 一瞬间就马上得成 马上成功 这一点也是想得太美了 太好了 可能没有那么简单 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 包括我们修一间房子也是 你外面的大基础 整个工程 里面的装修 这样你安排的是一个月 结果拖来拖去都是三个月 四个月都是还完不成的 这种现象都是有的 所以所谓烦恼的根本 对我们每一个凡夫人来讲 他的诈根是比较坚固的 因此大家在短暂的修行当中 没有任何感应的时候 然后就开始心怀 因为觉得啊 现在好像我没有什么希望呢 你看我已经修了那么多天 我皈依了那么多天 那么现在好像我的相续当中 没有真正的无我的空性生起来 我还没有见到了 莲花生大师和文殊菩萨 怎么会是这样呢 是不是释迦牟尼佛 和诸佛菩萨的加持是不存在了 那么为什么让我 等那么长的时间呢 有些人的这种想法 特别简单 这一点我觉得是可能对佛法方面 以前不太了解的原因 我们作为一个修行人 一定要学习以前的这些高僧大德 以前的这些高僧大德们 从小的时候一直学习佛法 对治烦恼 但是他最后离开人间的时候 有些是七十岁 八十岁 九十岁等等 但他们还不断地修行 还不断地修行 所以有些高僧大德的威仪 他的这种修行 我们应该值得非常的随喜 他从来都是 不会有任何怨言 比如说十岁的时候 都是开始学佛 我现在是九十多岁的人 怎么会我相续当中还有烦恼 他从来不会怨任何人 应该真正的修行人是这样的 可是我们有些人 可能对佛教方面的理解稍微差了一点 因此大家首先一定要听法 听法很重要的 现在不懂这些道理 经常在这相续当中生起邪见 本来自己可以 变成一个很好的修行人 但结果自己相续当中 生起各种各样的恶念 然后中间会咬着 会半途而飞 这样是非常可惜的 因此我们每一个人 大家还是好好地闻思 打好基础 打好稳固的基础以后 然后认识自己心的分面 也应该说没有很大的困难 所以在这里 就是说我们世间的一些装饰 那么真正是 没有灭除烦恼之前 没有消灭烦恼的大地之前 我们作为一个修行人 应该说是一不成眠 应该非情往事 不断地一一几日 去努力学习 这种精进永远也不能设计 因为我们佛法依靠精进 其实这个精进也是依靠 自己心的一种力量 大家提升心力 这一点很重要的 比如说你学什么东西 背什么书 看什么书的话 你自己对自己 啊 我像这样的人肯定不行 我业力深重 烦恼深重 那我这样肯定不行 然后有什么吃的东西的时候 啊 我这个人应该可以 我来吃 三万 四万 五万 七万 都没有任何问题 然后这个时候 开始睁开眼睛 然后一说修行 一说背书 啊 那我肯定不行 我年龄的是四十岁了 三十岁了 我肯定不行 不能这样的 大家对修行善法方面 应该提升自己的心力 然后一些造恶业 或者吃的 一些其他无聊的 这些事情上面 我觉得少说一点 或者不太精进也可以 可是我们凡夫人是 完全相反 做一些非法和没有什么意义 非常精进 非常开心 然后一说听课 有些人平时一些造恶业的时候 他精神特别好的 修行不太好的人 然后真正要听一些 大乘佛法的时候 一直是打瞌睡 没有精神 奄奄一息 有这种感觉 真的这样的 我看见有些人 就已经不行了 然后讲完课以后 就开始活过来了 有这种情况 这样不太好 我们对善法方面 尽量地自己对自己说加油 我不能这样 我一定要 以前的高僧大德 就像米拉日巴 你看他杀了那么多人 造了那么多恶业 但最后在一生当中 米拉日巴他自己也说 我并不是什么金刚持佛 也并不是什么大菩萨来到世间 我是一个 具有一切受佛的凡夫人 但是谁有像我这样 对佛法的信心 像我这样的人 都可以立地成佛的 应该可以获得成就的 所以我想对我们佛教徒来讲 是最好的一个榜样 每一个人 具有如来光明藏的福星 同时都可以有成就的这种机会 因此我们在短暂的时间当中 自己对自己 造各种各样的理由 这是不合理的 希望有些城市里面的人 哎 我太忙了 我工作太多了 我的事情太多了 很多很多这些不合理的理由来 开始对自己的学习 找借口 我觉得没有必要 大家还是应该 认认真真地学习 对你来讲 也不是特别的困难 因此非常希望 不要舍弃精进 我们在一生当中 应该发这种愿 最好是我即生当中 获得成就 如果即生当中 没有获得成就的话 那不堕入 善恶趣也是可以的 在相续当中的菩提心 永远也是不舍弃 我们最近也很多人 发了这种誓愿 我是很高兴的 就是这个 大家都是说 不管怎么样 我这个有生之念当中 乃至生生世世 我发愿不舍弃菩提心 我知道在学习佛法当中 所谓的菩提心在重要的位置 如果没有菩提心 那么说什么都不可能成功 有了这句话 我想是你一生的一种修行 应该是有了方向 有了安全感 所以大家认认真正地 不要舍弃精进 今天讲到这里了 troubled to Fahrt 我会有得给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